不管金器是景气还是不景气 母亲姐要到了 还是要犒赏一下辛苦的妈妈 所以百货公司就发现 今年出现了百万刷手 像是金项链 金手镯 甚至是半金条来送给妈妈 珠宝银楼店也感受到了 最近黄金珠宝的买倾有增加 主要是看未来的涨势跟增值的空间 这条项链是金的 有的还要搭上手链手镯 金工相像 贵气十足 项链戒指还有手环超过两两 总价值二十万 现在不用当丈母娘 只要当妈妈就有机会全上升 大手笔杂重金 买整套金饰送给妈妈 原来这不是特例 老板说最近这一个月 黄金首饰买器增加三成 连整个金条金块 都有多一成的客人要预定 在以前的话 母亲姐通常都大概三万块左右 目前的话通常都是在 三万块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成这个幅度里面的黄金 是最夯的 对 第一个是可以了表心意 第二个又有增值保值的空间 其实不止银楼珠宝店 连百货公司都出现过 韬金客 新光三月黄金珠宝业绩 增加百分之三十 搜狗全台分馆比去年同行 增加一成 中校店年增百分之十五 有的贵位还有近五成的成长 电商部分母亲节关键字搜寻量 比上个月同期标破二十八倍 有的业绩预估会比去年多两成 客单价也提高百分之五 只是黄金美元价格一盎司 创下新高点来到2085美元 还能再追吗 各个国家目前是疯狂的 在增加自己的黄金储量 以达成所谓的去美元化的 一个标准 所以说黄金的涨势是 中长期势必是会继续涨上去 那目前2100元的目标 我觉得是可以轻易的达成 金价上涨气氛浓厚 但风险相对性提高 居高思维 消费者布局和投资在金市上 还是要审慎评估 东森财经新闻 陈一轩柳英英在新北周报道 看盘中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